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嗎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簡單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了 測完油價順便聽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 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天地有正氣 先聽到天地有正氣 我們今個星期 繼續有三個人坐在這裏 排排坐 講電影 今個星期很多新戲 是啊 今個星期有一套 可能屎閣也適合看 蛤? 因為屎閣平時 他在北美這邊 比較少看西片 新的那些 但今個星期有一套 他以前看的 他最近放棄 我少在戲院看 他放棄了 因為太麻煩了 我就是說他少 但這套 就不知道屎閣有什麼考慮 先講講這套 因為不是wide release 是limited 香港人都應該有興趣 這套呢 還有出爐影帝的新作 哈哈 還有另外一個 可能屎閣正在貼近 會不會明年拿回 不是我講的 不是我講的 是那些導演講的 其實都輪到她的 我覺得 其實香港都買得很行廣告 這套戲 當然啦 林超賢上的一套 激戰感受 基本上 這套是因為 一宗很轟動香港的案件 徐寶高 魔境 不是改編 他用徐寶高做藍本 來寫吳燕做這個角色 但是張家輝又是一個什麼角色 張家輝大奸大惡 我知道 但是他在真人真事裡面 好像是沒有這個角色 是追扣的 那個故事是作出來的 我想張家輝那個 他加入了一些神怪的東西 是不是呢 我想是為了適現大陸的視像 神怪的東西 其實我想他的神怪 我覺得他主要是描述人的心魔 因為大陸不可以這麼直接寫 警察犯罪 還是林超賢用慣了張家輝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黃金組合 都類似的 我覺得是票房的保證 尤其是上一套激戰 這麼修得 又有這麼好後悲 之前他跟林超賢導演 和張家輝都合作過很多一套 先人啊 證人啊 全部都是叫做的 很自然這套魔境也走不掉 張家輝了 這套魔境 剛剛我們也說了大概會說什麼 在我們北美上 都是說中文 英文字幕 如果你想找這套劇看 我查過上網 在星期五 就會在Richmond 的Silver City 會有的 你會找The Demon Within 還是 Dead Demon Within 因為我看那個戲院 好像寫著The Demon Within 但是看本來的圖片 寫著Dead Demon Within 你會認得到的 上面的圖片 顏色有點不同 也挺容易認的 就是凡親友不是Local的電影 他們的螢幕上面的字 都會有少少不同 這次這套是香港和北美同步上畫的 所以大家看完之後 即時可以跟香港的親友 去討論這套電影 OK 跟著說回另一套 其實在星期三已經上了畫 這套是我期待了很久 Heaven is for real 改編至一本 不可以叫小說的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的見證 是呀 他是說一個小朋友 經歷過死亡的邊緣 是 跟著呢 醫生搶救成功 那就 回來這個世界 看出啦 他拍得都幾有 戲劇性 都 即是有少少懸疑 是啊 有少少少經歷 經歷又不覺得很經歷 不過他的氣氛營造得挺好的 我覺得 是 因為他說到小朋友 是被人搶救成功之後 就有種好像 有點移超自然力量 不過就不是 好像Carry那一隻恐怖那一隻 而是他說可以 見到一些 平時人見不到的事物 或者可能是有少少的 預告到一些事情的發生 在香港那隻影音使團 即是他力推 還是他接受他代理發行的 我不知道 在香港好像是 這套應該 叫做真的有天堂 這套應該都是 宗教電影 那些基督徒們 很有興趣會去看的 應該有興趣大過羅雅 其實不同的 因為羅雅 他就是有聖經故事的背景 這一套就不關聖經故事事 反而是真人真事改編 所謂的真人真事的見證 對 所以大家有興趣 對這類真人真事 或者你對信仰有興趣的話 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這套電影 就算沒有宗教背景 這一套都頗吸引的故事 沒錯 即是看那個小朋友的那種力量 你看看他的故事 究竟說些什麼 其實都是頗有興趣的 有趣的 這套魔鏡和這套 我都必看的 OK 那另外一套 Truman可能 是不是也有興趣去看呢 講熊癮的 這套有的 是親切感的 哈哈哈哈 是親切感的 這套 是Disney的出品 Disney Nature的出品 叫Bears 是 就講一隻熊媽媽 帶著兩隻熊寶寶 由他們出生 帶著他們有不同的經歷 又越過高山又越過海 那些 不是真人真事 真啤真事 是你倆的 真紅真事 他又未必是真的 那他可能也是 他可能也是 有沒有故事的呢 還是純粹是紀錄片呢 他又半紀錄 我想又作了一些故事 他好像有些不同的經歷 例如一些小熊 遇到其他猛獸 然後求救媽媽啤 去救他們 那些小故事 我想也會有的 還有講他們成長 一些有趣的東西 或者一些經歷 動物都是這些 其實 有些感情 愛情線 可能是沒有愛 沒有愛 都是愛你的 親情線 但我看畫面 好像 我去那些什麼 Discovery Channel 對 就是看風光 風光片的畫面 這些電影 坦白說真的難拍的 但是否好看就見仁見智 那個Trailer是OK的 吸引的 還有這些都是合家歡類的電影 有幾個家伴 不會啊 不會嚇到小孩子 不會嚇到小孩子 把熊隔起來的時候 不會嚇到小孩子 他拍的那隻熊是有趣的 我想 那隻熊唯一發惡的時候 就是 小寶寶遇到困難 或有些猛獸追的時候 他們才會做個惡樣 就是他們平時對著人 很兇猛的樣子 他不會出的 就是他會被揮人的 不會出的 OK 除了這套之外 另外還有兩套片 一套 如果你支持加拿大製作 和加拿大演員的話 你去看吧 如果不是的話 你支持得住才會看 你支持得住才會看 我感覺這套 先說戲名 Trailer Park Boys Don't Legalize It 其實類似公路電影 好像之前有一套 就是Bad Grandpa那套 記得那套嗎 我記得 但這套好像有故事比較多 他的故事比較重 但Bad Grandpa 其實我看完之後 他也有故事的 哈哈哈哈 他不是純粹搞鬼的 他是一直搞鬼 一直有故事的 他拍出來的用鏡 和調色 真的挺像Bad Grandpa的 感覺 都是公路電影的 有個男主角 戴了一副很厚的 我想是院士眼鏡 因為整個眼睛很大 他因為有事 就要從一個地方 去Octawar 在路上 他遇到另外兩個人 跟他一起去 但在他們的路程中 就有另外兩個人 不想他們去到 於是一直有追逐 然後中間有一些 倒彈 破壞的事情出現 那 TRAILER真的一點都不吸引 我看過TRAILER有個特色 只有一個女人都沒有 哈哈哈哈 全都是男人 而且那些男人還說 很灰索 很奇怪 那些樣子 公佬嘛 所以沒有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什麼吸引性 哈哈哈哈 再說一次吧 TRAILER Park Boys Don't Legalize It 頂得順的話 你去支持一下 加拿大的本地製作 其實真的很突圍堵 不然 今期最搶就是 接下來我們介紹這部 沒錯 因為有 就是Tricendence 這套TRAILER 如果你只這樣看的話 又沒有人在哪裏 解釋給你聽呢 你未必明白發生什麼事 但如果你英文不好 也可能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當然啦 所以肥龍你介紹一下 知道有一點背景 就容易一點 其實就是講 Johnny Depp 他本身是一個研究博士 他一直在研究人工智能 他在研究的時候 他沒有說為什麼 被人開槍打中了 我想生命危在彈直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Johnny Depp 就跟他在研究AI 那樣東西 就融合了 你那句不知道為什麼 真是可遠可點 如果你進去看 你會不會明白 我覺得 不用明白 科幻片 那倒是 但總之 又沒有說 不知道是因為有人想搶他的東西 而殺他 還是有人想揭發他 有個陰謀 最後都變得很恐怖 但結果Johnny Depp 融入了自己 研究的AI program 就直接跟他融合了 於是就很powerful 變成一套經率片 因為他可以透過電腦 透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無處不在 那究竟Johnny Depp 下半套戲還有沒有出的 我看過trailer 他好像有一個實體 Johnny Depp走出來 那個是有出過嗎 好像有 剛才立眼看到 他在螢幕上經常看到他 對 所以我想他都要製造一個形象 給自己 收半套片酬 但其實這套戲 我感覺上 有點像若干年前 有一套叫做Lone Morman的電影 他也是這樣說 男主角 進入了他的電腦裏 不過那套戲 的結尾就是 男主角進入電腦裏 跟電腦融合了之後 就結束了 我想這次這套 就會完整很多 我一開始看trailer 看到Johnny Depp 第一個感覺 咦 有一個正常人做 但其實不正常人 都是這樣 都是走不掉 所以今個星期很多戲 大家可以去戲院選擇 甚至有港產片的出現 或者你不選擇 看完都可以 都可以 有這樣的時間 其實這樣就可以磨捉你一天 由早到晚都要看 好 我們今個星期講完新片 就講一下我們看那些什麼戲 嗯 市角啦 上個星期 因為 Clayman導演來了 我們就談多了 狂舞派 市角 我先講一下 今天是不是日片 不是 還是中國片 我們下半部 就會講電影金像獎 是啊 我現在要講 講兩部戲 都是獲獎的電影 不是香港獲獎 在其他地方獲獎 第一部是獲得了 今年金馬獎最佳影片 就是 巴媽不在家 巴媽不在家 就是新加坡電影 那 這部戲 就是 為什麼獲獎呢 我看完之後 不是懷疑他獲獎 而是 懷疑 現在的戲 是不是反駁歸真 因為他本身那部戲 是很簡單 很平凡 那個感覺中 我就好像看 兩年前 兩年前 許安華柏那部 《天水為的日與夜》 他是講一般生活的事情 還有 整部戲 都沒有什麼高低潮 或者沒有什麼戲劇性 或者是因為他平實 所以獲獎 那 基本上這部戲 就是講一個外傭 我想他是菲律賓人 菲律賓人 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 是十歲 十一二十 十歲 十一歲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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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是很白厭 即是 很不聽話 那些小孩 所以整部戲 就是講這個外傭 和這個小孩 就沒有什麼講的 那些小孩 又不肯上學 又整股他 頭頭當然不聽話 但是 後來相處 到那個外傭 不做的時候 又依不捨 基本上 那個故事性 就不是很強 但是 但是 那個外傭 和那個小孩 真的做得很好 嗯 不是很像的嗎 小孩 小孩 像小孩 愛用我 那個外傭 好像有份 Nomania 那個最佳 女配角 好像拿了獎 反而 那個女配角 就是 主角是那個小孩 不是 主角是他媽媽 但是不是經常出現 但是不是經常出現 他經常出現 但是 主要是表現 表現 就是 所以其實如果計劃戲劇性或者吸引性就不大 但是它是很平實很溫馴 還有我覺得這戲最大的特點就是它很正面地寫外傭的感受 因為這些我們比較少看的 通常我們在看港產片講賓妹那些當然是寫負面的東西 又說她懶又說她蠢 但是這戲是很正面地寫的 寫她為什麼來鄉別井 還有她在一個陌生的社會之中如何適應 所以我想這戲最大的特點就是這裏 那是不是有很多當地特色的英文 這個一定的 是不是有些娛樂性的呢 還是其實都不是的 它雖然沒有什麼故事性 但是你不覺得悶 它有很多趣味性 而且那個真是很生活化 你真的會覺得 真的是這樣的 雖然我還沒去過新加坡 即是跟徒姐比較 他更加模特一點 即是更加平實一點 所以我想他獲獎也是有的原因 那我看天水圍日與夜都不覺得悶 那這套應該一定是 天水圍是親切 但是看這套你也真的會覺得她 嗯 有機會都要看一看 你會覺得她是一個好的電影 OK 另一套呢 也是獲獎的 那這套獲獎的呢 就是男主角 就是廖范 這套就是白日炎火 白日炎火 本身導演叫做雕易男 雕易男其實她也不是一個新導演 她以前也拍過幾套戲 即是她姓雕的 是啊 那雕易男那些戲呢 因為我也看過她以前的作品 有一套叫做制服的 制服的意思就不是我們那些uniform 就是被人制服 是被人制服的意思 這個是動詞來的 那套戲呢 就是講一些名案的 那這套白日炎火 都是講一單名案的 問題呢 她不是直接講一單名案 那這套戲 男主角就是廖范 女主角就是桂倫美 但是桂倫美在這套戲裡面 她表現得很少的 很少的意思呢 一來她的對白是很少 她是一個很沉默 很沉默很 很陰沉的女人來的 那啊 廖范呢 就是一個 警員呢 那去查一 查一單案 那一單案呢 就是 她倫美有關的 那在查的過程之中呢 那其實這個故事又不是那麼新鮮的了 她是喜歡了那個女主角 那麼 柳美 柳美 就是 就查出 都不怕劇透了 因為這些故事太過熟悉了 其實她是不關那個女主角的事 我們都看過不少這類的戲 其中最出名的那套戲 當然是叫做《本能》 《本能》也是類似的故事 但是這套戲 我看她為什麼會獲獎呢 因為她拍得很有格調 格調的意思是她很有風格 但是 你作為觀眾呢 就很辛苦 因為那套戲 整套戲都差不多在夜晚發生 不知道為什麼 那套是一個很冷的 和冬天的夜晚 你知道 灰灰暗暗 所以看得很辛苦 但是呢 她又拍出一個氣氛 這個氣氛呢 就是 那個 沉屈 和那種壓迫感 都很強的 還有 無可否認 廖帆呢 就 真的 不是她 做得好不好 而是她 真的很適合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 就是 就是 很難 很難形容 她 又 又很落幕 又很 又很野蠻 就是 那類的東西 那 所以 基本上 我會覺得這套會是一個好電影來的 但是不是一個好看的電影 哈哈哈哈 那明白了 如果你真的喜歡看 喜歡電影的 你就會欣賞她 但是 如果你是為了 娛樂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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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心悅目 就 不適合看 OK 哈哈 即是獲獎格的電影 是的 所以 我們都不懷疑 她 為了 在外國 在柏林影展 那裏 可以獲獎 OK 好 史外講完兩套 肥龍今個禮拜 其實看了好幾套電影 不過 有幾套都是因為 我們 Part 2 會講金像獎 看一些入選 甚至是得了獎的電影 我們有看了《風暴》 看了《狂舞派》 看了《西遊航魔編》 OK 不過今個星期肥龍 在 Part 1 主要想說的 就是 肥龍想著大鬧大鬧天公 OK 大鬧天公 我是想著大鬧大鬧天公 OK 我真的想著大鬧她 天公不造美 是嗎 大鬧天公這部片 卡士是很強勁的 有丹爺主演 他是孫悅空 還有周潤化做玉帝 有郭富城做牛魔王 還有陳慧琳做觀音 何潤東做二郎神 還有梁詠琦也出了一幕 還有一堆大陸演員 即是說不完 他真的有很多大鬧大鬧 其實這些戲 你都不用怎麼罵 其實我現在覺得很簡單 根本這些戲 如果你在香港收不收得 已經是做了一個指標 那我不知道他在香港收不收得 就是啦 這些戲只是在大陸收得 但在香港不收得 大陸肯定收得 因為這麼多大鬧明星 所以那些大鬧明星 全部都是在大陸市場 真可憐 其實我很喜歡導演 這部電影沒有關係 我很喜歡導演鄭寶瑞 我覺得這部電影 會是鄭寶瑞 2014年裡人生一個污點 好像收了5億多 不止於2014年 因為已經在籌備拍續集 但是 繼續會這個污點 這個無可避免 他逐集可以拍好 其實我要罵他什麼 可以拍好 劇情其實是沒有東西要罵的 因為劇情 都是那些 他都是在講西遊記 不過其實這部 可以叫西遊記前傳 因為我們一般看的西遊記 那是不是有個如來佛祖 將孫悟空押入五指山 是 就是最後都是這樣完 最後都是這樣完 不過 其實他要接逐集 因為其實西遊記是講 五指山一出來的時候 就是由於孫悟空還未屬到他的魔繩 俗集是不是古天樂做唐三藏 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 聽完我先說 他的結尾 他好像說過孫悟空 是明白了佛聖 所以很甘願被押在五指山底下 對大陸人口味 但無論如何 我要罵的都不是這些 因為劇情就沒有什麼特別要罵 我要罵 第一罵 就是罵各樣東西的造型 我覺得他全部心機花在丹爺和郭富城身上 於是其他角色的造型 隨便都不能再隨便 我真的一邊看一邊嘴 尤其是那隻小狐妖 帶上他那些蜥蜴 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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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老鼠 哇 我簡直覺得自己在看格林童話 還要是1980多年出品 是CG還是真人扮 真人扮 哇 這麼聰明 愛麗斯武牛仙境 真是第一代的愛麗斯武牛仙境 你知道我看了那一幕 我第一個想起最適合做小狐仙境的是誰 譚玉英姐姐 我真的第一時間想起他 因為 為何會這樣呢 這個小鬧而已 大鬧呢 大鬧呢 就是他那些電腦的CG 簡直是好像別人中學生做project 那樣的 嘩 好沒有過無線那一套 怎樣好沒有過無線那套 無線那套 無線那套西遊記 無線那套西遊記 不是用那麼多電腦CG 所以我就是用那樣東西 跟他相比 差不多而已 差不多而已 是啊 他那些天弓 整個你一看上去 就擺明是假的 即是很電腦的感覺 擺明是假的嘛 是的 我知道 但真是很電腦動畫的感覺 我意思 然後他又做了一些龍馬 好像麒麟頭 但是馬身那些 我簡直覺得是一些玩具 他做到 你知不知道 因為所有的錢都給了那些明星 我不明白 所以製作那個 原來是很少錢的 大哥 你也不是這樣的 像成月動畫狼一樣 我喜歡成月動畫狼 多些 所以我覺得 以這麼大牌 這麼多大顆明星 但是 你又搞到CG這樣 真的很奇怪 看這東西做了很久後期 那更加划 另外 何韻東做的二郎神角色 你有沒有看過 大陸拍的那套三國 何韻東做呂報那個 沒有 我不知道為何覺得 兩個角色很像 除了那件盔甲 是比較漂亮之外 因為二郎神 第三隻眼睛會不會動 會打開的 OK 我多怕你貼上去 那倒不是 那個第三隻眼睛沒有什麼 就是打開你 明顯看到也是電腦動畫 那接著 還有什麼要罵 我又覺得 周韻發的玉帝角色 就沒有什麼發揮 我感覺上 就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一邊看大樓天公 周韻發的玉帝角色 我一邊看一邊都覺得 他很利務白 很餓苦藏龍的利務白 不知為何很重的感覺 可能是我 其實 在這裏有紛紛 我恰恰的 我想讚一讚他 他一反我們 就是看西猶記的印象 因為他說他最好打就是牛魔王 連玉帝王大帝都不夠他打 是嗎 是後來玉帝王大帝不夠他打 前期玉帝王大帝打了他下火焰山 但後期他再攻天亭的時候 就肉底都不夠他抽 他有那把魔虎 從來都不知道牛魔王這麼好打 比孫悟空還好打 他跟孫悟空有得抽一下 不過最後結果就不夠抽 你說說孫悟空跟牛魔王那場對打 最後就是龍珠 這樣收結局 而且牛魔王又變成巨型 然後孫悟空又變成巨型 然後我們就看科幻版的Discovery Channel 野生動物大格鬥 我要罵就是罵這些後期製作 反而這部電影的故事 沒什麼好罵 老實說 演員在這部電影裡沒有特別發揮 每個人都是中規中矩 你這次有什麼發揮 其實最好發揮應該是恩子丹的角色 因為他做孫悟空 像不像猴子 我覺得張偉健比較像 我喜歡看張偉健的猴子 比看這部電影多 但我經常懷疑除了一些 close-up之外 其他人是不是一兩單做的 不需要他做 無論如何 這個也不是重點 還有順便看了西遊航魔片之後 我反而覺得西遊航魔片那隻猴子 雖然樣子很壞 但我反而享受航魔片的孫悟空 那王渤是OK的 做孫悟空 不是 我在說他變成猴子的樣子 是文章 不是文章 是黃渤 不是 是文章是抬衫狀 是文章是抬衫狀 黃渤是做 我記得他好像光頭 是 在那個黃渤之前 還沒變成猴子之前 是 搞亂了 我喜歡那隻猴子 他的 proportion是很相似的 他打出去猴子是矮個人的頭 所以我就享受那隻猴子 我覺得他造型一流 對 而且他還做到他的野性 對 有些邪惡野性 對 所以這套《大陸天弓》 唉 你聽我這樣說完 如果你因為單爺 或因為名牌巨星 你去看吧 但如果你真的想看 浩大場面 你有定心理準備 才好去看 所以我大鬧完了 這套《大鬧天弓》 不要了 OK 我今個禮拜都看了幾套 其實不是今個禮拜看的 上個禮拜 Clement來的時候 沒有機會看 沒有機會看 沒有機會說 沒有機會說 然後就去法國 想著 寶物月寶 兩個兒子大了 想著去法國 過一個很甜蜜的假期 但這對夫婦 一定有很多問題 夫妻關係僵化 其實看電影的時候 我想說 如果你有看過這套電影的電影 就不要被電影的電影騙了你 因為你如果想著看一套 輕鬆的愛情小品 有少少少少少 的話 其實你是會有少少觸錯用神的 因為這套電影 都會有一些法國的美景 男女主角都七六八十 即是都六十幾歲 你不會預期看美人 但你會預期看 可能會有些comedy的感覺 但是 少少 即是不是很多 你可能真的要去到那個年紀 才會體會得到 他們的東西 完全不是一些 荷里活拍老人家 做題材的電影 那種感覺 反而整套電影 是比較沉重 我覺得 裡面說的東西 是比較沉重 和嚴肅的 所以 看完電影 的話 你不要相信 但是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 這種年紀的夫婦 怎樣去挽救他們的婚姻危機 都值得去看 我覺得 跟去年那套阿摩 比較沉重 那阿摩再沉重一點 因為始終那個女人是 坦了 要她的丈夫照顧 最後的丈夫 那套拍得很好 那套拍得很好 這套 這套男女主角中規中矩 我覺得 同樣都是說老人 對 對 夫妻關係 但是 阿摩好很多 這套 中規中矩 因為男女主角 我不會說她們做得不好 但是 故事不是真的給她們太多發揮 但是 裡面說的話 你也會覺得 值得去探討 我覺得 這套叫做The Weeknd 還在5th Avenue Cinema 還可以上的 如果大家對這類題材有興趣的話 或者推介一下給你父母去看 都可以的 不過是沒有中文字幕的 OK 先說一下 另外 看了Captain America 你有一點微言 對這套 我不是有微言 因為我身邊的人 每個人都說得很精彩 那她的動作場面的確是挺精彩的 她的動作場面是很精彩 但是 精彩得來 又不太有新意 我上次都告訴你 沒有什麼新意的 純粹是挺精彩的 純粹是挺精彩的 純粹是很精彩的 但是我覺得這套戲不需要那麼長 因為那些紋腸的部分 有一點而長 我覺得整套戲 第一 浪費了Robert Radford 根本不能發揮 甚至是大反派 也沒有機會發揮 所以 尤其是我看完 《All Is Lost》的表演 我覺得 這次再看這套 雖然我都明白 這些戲是 你不是找到一些很深層次的演技 但是 你想一下一個大反派 你是找到Robert Radford來做 但他始終都不是重點人物 沒辦法 那他是大反派 但你始終頭號反派 都是說Winter Soldier 不是 我覺得是Robert Radford Winter Soldier是流羅來的 Winter Soldier沒有耐心世界 出來是墳 我覺得 那就是流羅 但問題 就不是特別好 可能人們對漫畫有情結 的話 就會比較著迷 Winter Soldier 另一件事就是 Winter Soldier 為何可以成為 一個美國隊長的 頭號敵人 就是因為 他跟美國隊長以前的關係 令到美國隊長 很多位置都下不了手 最後甚至乎不還手 任他抽 我覺得 我覺得 突出不到 他有多強 他一開始 一開始 單手接著 他的盾 是有點氣勢的 但到最後 我覺得 美國隊長 原來不是不夠 他打 是不跟他打 其實 那裡有些內心氣 他又不是說 完全 講到尾 他又不是說 100% 都忘記了 他的隊長 結果 最後 他的記憶都回來了 所以 他後面有詞異 他的詞異 就是他的演技 一般 演員 Jacky 都是這樣 所以 我想說 就是 就算 你說真的有演技 那個位置 也太晚了 因為我已經熬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也不會再有心思 去看這些細節 因為 還是那句 Rober Redford 是沒有發揮的 S1個大反派 應該是很有心計 就是 很有理想 很極端 的一個人 我不覺得 他很有發揮 你問我 我只覺得 最唯一 印刷我的就是 很無奈的 工人 That's it 我反而覺得 成都是唯一 我真的覺得 有一點兒多餘 我覺得 就是 Came America 和 Black Widow 這個也是多餘 那一幕的曖昧 就是他根本上 最後又不是要有東西 那你純粹為了 就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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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 Widow 他的存在 所以要做一些 這樣的東西出來 呃 我不敢肯定 他有沒有東西 因為你不知道 他會不會將這些東西 帶進去 這出的Avenger 第二集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實 不過 如果單在這套 Came America 第二集裡面 就有一點兒多餘 簡單來說 其實這套東西很簡單 為什麼拖這麼長 你說 那些演員又不是好戲 你剪掉了那些文章的戲 就算了 就是我覺得 多餘 就是 你這套戲 維持一個小時 四十五分鐘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現在太長 我覺得 令到我對整套戲的觀感 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不過說真的說到尾 我覺得都 下不掩喻 都是一套 算是好看的戲 我覺得 我不會覺得是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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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覺得 我會覺得 Q-Time OK 不過可能我又看完第一集 覺得節奏真的太慢 那這一集 我又真的挺享受的 我覺得Q-Time OK 還有Samuel Jackson那個 你也知道他是這樣的 開頭又裝死 這個我都說了 其實他 你也知道是裝死的 如果不是 之後 不行 我自從看了那一套 Robocop新的那一套 我真的越來越反感 對Samuel Jackson 這個演員 這麼大件事 我真的覺得 他又是不行 Anyway 講完了 Captain America 你看動作你就去看 好 但我也略嫌他太長 嗯 最後想提一提的就是 阿信的故事 看了嗎 我看了 我有在這裏還沒看 我打算下個星期才講 嗯 講一點點 講 其實整部電影 只是講阿信的童年 沒有說他大到的 那他的電視劇這麼長 我不知道會不會拍續集 我覺得會 應該收得 我想說整部電影唯一值得看的 就是真的做阿信的小演員 無論是他的五官 非常標誌 對他的演技 都非常細緻 所以 整部電影是 淡如開水 嗯 嗯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他要講的話很多 所以很多東西 都是水過鴨背說了 感動不了我 即是他的Description 他講到哪裡 他講到他媽媽死了 然後他很appreciate 他媽媽 然後就帶了一個訊息 日本的女人就是為丈夫 為子女 為家庭 犧牲很大 但是我記得 以前小時候看電視劇的時候 很多感動位都不是他小時候 那時候 但其實有 其實你說小孩子 其實真的很有potential 感動到人 我覺得 而這個小孩子 也很容易帶到人入戲 我覺得 但是奈何 他的導演 鋪排整個故事 實在是水過鴨背 很多東西 賴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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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高潮 我們看跟日本人看不一樣 因為 因為阿信這個故事 在日本 大家都耳熟能長 好像我們 聽我們民間傳奇的故事 所以我們 所以他只是抽了一個片段 所以我們就客觀一點 我們沒有錯過主觀情感 去看一個小孩子成長的故事 我就覺得他很淡 其實我自己的心目中 阿信的故事 應該是在他後期 他怎樣去奮鬥 怎樣去奮鬥 怎樣去奮鬥 那導演 這些才是 那導演選材 就有問題了 就是他 要不就是他打算拍續集 一路拍下去 拍兩三集 要不就是他選了 第一部分來拍 如果他不是覺得 有些東西 在他的角度 是值得精彩的 值得拍的 那他為什麼要選小孩子呢 其實可以很快去奮鬥 跳到他後期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 很回味 阿信的故事的話 你再看一部電視劇 但是 我覺得整個素材 可能真的 也這樣說 我覺得阿信 其實整個素材 是真的用來拍電視劇 比拍電影 好過拍電影 因為如果他真的 要交代足的話 就好像這部電影 有些東西都水過鴨背 不過 下一次 等肥龍再看完 再詳細討論 好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現在等我數一數 這個北美榜之後 稍後回來 Part2就進入 金像獎 看看大家滿不滿意的 戰果 肥龍姐又跟大家說說 今個星期 北美十大票房的走勢 上星期介紹的 三套電影 都紛紛進入了十大 好 今個星期排第十位 找來上玩六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Mr. Peabody & Sherman 上星期排第七 今個星期下跌 三級 收到187萬票房 總成績是10526萬 排第九位 找來上玩四個星期的電影 Muppets Most Wanted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下跌 四級 收到228萬 總成績有4575萬票房 排第八位 找來上玩六個星期的劇情 電影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 兩級 收到407萬 暫時總成績是3949萬 排第七位 找來上玩四個星期的 God's Not Dead 上星期排第四 今個星期下跌 三級 收到554萬票房 總成績有4090萬票房 排第六位 找來上玩四個星期的 Divergent 上星期是季軍電影 今個星期下跌 三級 收到738萬票 總成績是1億2476萬票 今個星期排第五位 找來上玩三個星期的電影 Noah 上星期是亞軍 今個星期同樣下跌 三級 收到755萬票 總成績是8498萬票 在耿頸四位置 終於有新上畫的電影 上星期介紹過給你 有Kevin Costner 的Draft Day 這部電影 今個星期一上畫 收到978萬票房 而三甲位置 有兩套新電影 他們能否廢下Captain America 馬上看看 今個星期貴軍的位置 而找來新上畫的電影 上星期介紹過 這套恐怖電影 Oculus 一上畫收到1201萬票 冠亞兩套電影 究竟是Real 2 還是Captain America 可以取冠軍 今個星期亞軍電影 就是新上畫的動畫電影 Real 2 今個星期上畫收到3933萬票房 冠軍是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 走勢仍然零厲 今個星期收到4127萬 總成績已經有1億5888萬 似乎還可以繼續去 即管看看下個星期如何 接著回來Part2 就跟大家去講講 香港金像獎的戰果如何 待會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開我七旋斬 開我流星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 1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 到時見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1clickradio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那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1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為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白科 好 回到第二部份 我們今天繼續 講香港電影 先掃眼鏡 你要掃眼鏡嗎 香港電影金像獎 我又覺得有些都合理的 合理的意思是什麼 戰果 如果你拆開逐個獎 一代宗師拿13個獎 12個獎 是不是實至名歸呢 那就真的見仁見智 我就覺得 不是12個獎 都這麼沒有 但是其中有很多 一代宗師拿的獎 我都覺得是合理的 譬如你說 沒有術指導 我覺得是 那個是 我覺得12個獎 可能有兩三個是有些爭拗性的 但大部份其實他拿我都沒有意義 其實很多技術上的獎項 我都是買的 你等我先說 我覺得最大的壞處 就是這個結果 最大的壞處就是 一片獨大 另外一個壞處就是 令到其他小本製作 或者獨立製作 那些 就是 抬不起頭 以及很灰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 王家偉的電影 就 明星多 時間又長 本又大 那 即是說 我們除非 是不是我們以後拍電影 除非有王家偉這樣的本錢 才可以去拍 如果不是 你又不能揮 我又這樣覺得 這些獎品的東西 我覺得其他 其他的 先說 最佳電影的候選名單 其他的很多都拿了獎金 哈哈 你覺得提名已經是肯定 不是 先不說這件事 我覺得 如果你剛才說 對一些獨立製作 或者小本經營 是一個打擊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全部 因為 我覺得他們都拿了很多獎金 因為 很多戲都是叫好叫座的 不單止叫好 亦都是叫座 反而你說 《一代宗司》 是不是真的這麼收得 我不知道 但是 王家偉的電影 一直在香港的市場 都不是十分收得 但是叫好 未必叫座 但是很多候選的 最佳影片 就真的拿了獎金 除了拿獎的一代宗司之外 還有西柔 航魔編 狂武派 素毒 以及激戰 這些都收得過 香港很收得過 分分鐘 是不是全部都收得過 一代宗司 我就反而來 我又不肯定 這件事 不是肯定 肯定 黃家偉的電影 是完全不能收得過 要檢查一代宗司的票房 但一定不會是一代宗司最收得 只有西柔 航魔 以及激戰都可以收 激戰是最多的 激戰是最多的 不知道是素毒多些 還是激戰多些 即是你說香港 香港 是不是好像激戰都沒有 阿星爺那套 在大陸 已經拿了去年全年最高票房 十億 我自己只是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即使除了一代宗司 其他都是大明星大製作 來做號召 除了狂武派 所以我自己本身 真的為香港電影的未來很擔憂 激戰算不算呢 其實激戰也不是 激戰也是靠一個有名氣的 也是靠一個張家輝 你說彭于蘭也是這部電影才冒起 張家輝那時候也拿去演藝 對 但你始終都要有一個演員壓陣 至少你不是 是的 但我反而有一點點問 就是 狂武派值不值得去候選 這個最佳電影呢 其實是否真的沒有另外一套 比他可以上頭五呢 以他的口碑和民間熱捧的程度 我覺得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你說最佳電影 你又不只是計算口碑和民間 這樣說 如果你覺得上個禮拜 你提過 其實他不只是做了一套電影出來 他是直接做了一種風氣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以影響力來計算 其實這套不會低於其他所有入選的候選 還有我覺得狂武派最大的特點是 他真的是一個本土的電影 不是合拍片 他連投資公司都在香港 大家聽到黃秋生的說話都知道 什麼叫港產片 什麼叫合拍片 不過如果你說狂武派 我終於看了 我就覺得這個故事 真的 我又沒有去到市街 說什麼有故事這麼誇張 我就覺得他的故事 問哪些 那我們就由尾數回來了 看看最佳電影 其實《一代宗司》 是拿了最佳電影的了 那大家覺得合不合理 我又不會覺得太不合理 不過你問我在這五套裡面 其實我覺得有兩套在我心目中 是叮噹馬頭的 而我其實比較偏向另外一套 就是《激戰》 還有《一代宗司》 這兩套對比 我自己喜歡《激戰》多一點 我覺得整體成績《一代宗司》好一點 就是他電影的發揮 那個佈局結構各方面 還有他投入的資源 整體 就是我覺得《一代宗司》好一點 我覺得《一代宗司》好一點 這個很無可否認 因為任何演員製作 或者任何方面 《一代宗司》都是 但我有一個點 為什麼我會比較喜歡《激戰》多一點 《一代宗司》雖然他各方面 整體性都是做得很好 但因為他是香港金像獎 所以我就用港版的剪接來講 其實我覺得故事編得有點零碎 所以我是質疑他的最佳編劇 所以以一些零碎來說 反而《激戰》我一直看 我是很融入的故事 所以我就很享受《一代宗司》 而《一代宗司》 我是不是太融入的故事 那當然是王家衛的特色 但很多戲都是這樣的 而且他一早已經說了 要看完整的 要看四個小時的版本 所以我就說以香港版來做一個選擇 那他們不可以在那個方面去複製他 不是我不是複製他 而是當然 如果你說看完整本版的 四個小時拍過的東西 放回去的話 毫無疑問 肯定是《一代宗司》拿的 但是以香港版來計 就覺得他有些一眼一睛而已 我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知道他很聲明 是說香港版本 因為我們北美也上了 北美版本的剪接也有些不同 即是那個次序 你說《激戰》不好看 但我覺得始終劇力不足夠 嗯...劇力... 始終是小品色一點 對 劇力... 尤其是這部電影 厚碑這麼好 又這麼修得 我看的時候 已經聽了很多正面的評價 我再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 看完之後 我會覺得 有些位置到喉不到肺 嗯... 又有一點點的確 其實如果你說的故事 他很牽強 哈哈 張家輝不可能可以練到這樣 其實是 以他 他已經是一個退役的拳手 48歲的拳手 哈哈 如果你只是看故事 或者看完整性 他是不足的 但是電視觀眾 看開電視的 沒所謂 因為鄭家輝都可以做拳王 哈哈 哈哈 其實鄭家輝的角色 跟張家輝差不多 都是四十多 就是退役的拳手 後來又出來打 其實你要說什麼 電視觀眾 如果你看這些 就完全不會 不會覺得有任何問題 這些 我就要同時說回 其實用你那一套 看電影 就不要太教他的真假性 你教我的 哈哈 Anyway 我就覺得 起碼我看完《一代宗師》 有些感覺就是 散散的 但看完《激戰》 雖然覺得有少少 道後無路費 但我的感覺 都是 算是一個圓滿滿足 和開心的 那你有機會 插回《一代宗師》 我一定會看《一代宗師》 因為他真的說回《葉問》 他剪接完之後 整個主線 你會感到更多 如果你追求一些 在故事上 真的要很踏實的話 那你再看《北美版》 不過說真的 我也是說回一句 我也不是太大意義 他拿《最佳電影》 因為其實整體來說 他真的 各方面都做得很平衡 以氣論氣 他是想心願目的 是啊 所以我也不是太大意義 既然說開他們的劇情 那不如我想馬上去說 他們的《最佳編劇》 《最佳編劇》 都是《一代宗師》 拿獎就是《一代宗師》 但我先找回《最佳編劇》的入選名單 因為《一代宗師》拿獎 勾起了我想一件事 其實剪接也很影響劇情 尤其是我看了兩個版本的《一代宗師》 我會覺得 咦?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感覺 其實編劇的位置是什麼呢? 剪接其實是可以影響劇情的 所以很多導演自己剪接了 是啊 我知道 但北美那個我相信不是王家衛展的 我相信《一代宗師》 《一代宗師》 《最佳編劇》 《最佳編劇》有兩個標準 除了激戰 紋理也很難跟武器相比 而且你覺得很突出 如果你的節奏感 當然沒有武器 沒有打氣 優勝一點 我覺得 《一代宗師》 都是差不多水準 但為什麼我覺得《一代宗師》會贏呢? 就是因為的確他的對白是有那種韻味 優勝在他的對白 她的對白是吞過的 我記得《一代宗師》這部電影的時候 都說他的對白裡面 很多子女行奸已經交代了很多東西 我可以說很有味道 但你說《中國合夥人》和《北京遇上西亞圖》 不是差 但始終 怎麼說呢? 其實我覺得很平均的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一代宗師》贏也不是太不合理 不過 是否需要再給《一代宗師》呢? 你說什麼?編劇嗎? 編劇 編劇 是否需要再給他呢? 那就見仁見智了 我覺得 那又是看評判的口味 因為我覺得這幾套 都算是很平均 除了《盲探》就一般 編劇來說 其實《盲探》我會享受他做什麼的推出 其實我覺得是為《大輝》保持他的水準 只不過觀眾的口味不喜歡 不喜歡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沒辦法 對 接著我們又說一下《最佳導演》 對 編劇如果《一代宗師》拿到 《導演》也是《一代宗師》拿到的話 再加他拿到這麼多的技術性獎項 《最佳影片》幾乎一定是《一代宗師》 所以當我知道黃家瑋拿到《導演》獎的時候 不用看 我都知道《最佳影片》是《一代宗師》 《最佳導演》 其實我也不反對 有什麼候選名單 候選名單 《一代宗師》 《獨棋風》 《獨棋風》 《獨》 《陳沐勝》 《救火英雄》 《國子健》 《擊戰》 《林超然》 其實這幾套都很近磅 我想說 黃家瑋這套花了這麼多時間 和整套戲的確是賞心悅目的話 我喜歡《陳沐勝》 《獨棋》 《獨棋》 我覺得 怎麼說呢 你問我其他三套 我都是引用上去年的評語 都不是那個導演的最佳作品 陳沐勝都不是陳沐勝最佳作品 但我覺得是他回勇之作 如果你相對於以前的《少林寺》 或者再推前一兩套的話 這套是他回勇之作 我覺得還未去到他最高的位置 黃家瑋 基本上你給他都沒有什麼意義 我又不覺得他有特別大的進步 我覺得他不會再有突破 他這套就是突破了自己 沒有那麼怪 他回復商業味比較重 那只是劇本的問題 或者是題材的問題 或者 或者是題材的問題 其實葉問也被他拍到這樣 變成公義 一代宗師說葉問變成公義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公義 我覺得他是不是很值得表揚呢 如果他拍一代宗師 大家都期待看葉問 而最後主角是公義的話 那代表什麼呢 我不懂他評論 不過我看過一篇報道 原來鑽然人名也鑽然了一段時間 葉問是一線天公二馬三 我真的看完那篇報道 很低層次 那你也可以找到出來 我真的拍了手掌 很低層次 oh well anyway 我們 move on move on 就到最佳男主角了 那張家輝拿 都很正路 其實張家輝和梁朝偉 是有得一拼的 不過由於 你也說了 港版的一代 你真的覺得有得一拼嗎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 《仔道爲宗師》 我很不喜歡梁朝偉 做英文 我是ok的 我覺得我看第二次 我比較喜歡 原來我戲院看了 北美版 我更喜歡 但是由於我就是說 如果他用港版的角度來看 梁朝偉好像被貶為大配 那樣 所以我覺得張家輝拿來很正路 我覺得梁朝偉死在什麼位 死在王家衛 即是我覺得他沒有一個完整的劇本 他用回自己 梁朝偉那幾道殺手 眼神 眼神 即是盡量 其實你看他 其實他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覺得 因為那個劇本 可能根本上 他都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我懷疑 即是我覺得 他完全信任導演 但是 當他沒有information的時候 我覺得他carry不到 我坦白說 另外 蘇讀那兩位 古天樂流青雲 我覺得 差一點 是差一點的 以角色分量來說 然後再說葉敏中的幾戰 秋生 那 不是影帝級 這一套 但我覺得王秋生做得好 他做得好 但我覺得跟張家輝的角色比 我覺得 不是那個level 我也覺得同level 但是 我覺得王秋生 他的造型 他的口音 即是他真的用演技去演葉文 不是好像欣子丹那樣 我覺得 我是appreciate他的 不過他提名算了 有提名很好的 我想這套給張家輝 很大程度 都是為了他練習 那種身材 我也覺得是 其實他在這套戲裏 沒有其他因素 其實他這套戲裏 他的演出不是特別好 其實是可以保持到 所以 其實我自己 張家輝的戲路很窄 幾套戲 幾套拿獎的戲 都是差不多戲路 差不多戲路 甚至乎他下一套魔鏡 都是差不多 都是做一些神經質 有變態 歌類的 但是 我享受林初賢 拍他的證人和善人 我覺得他兩套 所以我覺得他在演技方面 真的有些 不是喔 如果你這樣說 我反而覺得 賤輝這個角色 他多了很多內心戲 而且他沒有了那種 變態的感覺 他不是那種 但是 我覺得 反而賤輝不夠 他在善人 裡面 那個 令我印象那麼深刻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 演到 善人裡面 那種 那個 角色 你說那個變態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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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回合 他做殺手 哦 混合了第二套 OK 這套 其實這套是他一向做開的角色 我覺得 賤輝 是 只不過 他也加了很多 張家輝的東西 在裡面 觀眾久違了 其實觀眾想看張家輝做喜劇 他加了很多他以前做喜劇的東西 但沒有去到那麼極端 他不是加太多 我覺得點到即止 加得好 我只是會覺得 他令觀眾 看得很舒服 但是 是不是真的 那麼好演技 是不是真的 那麼突出 除了像史哥說的 他在角色花了很多 努力 但是 我跟其他對手 他拿我一點意義都沒有 OK 是啊 我是完全OK的 這個 那有誰拿你會有意義呢 誰拿 如果 古天樂 或者劉青雲拿我會有點意義的 OK 是啊 素徒 我覺得他處理得一般 我覺得劉青雲都OK的 古天樂就弱點 嗯 anyway 好了 最佳女主角 張子儀又是一代宗師 拿了最佳女主角 那以港版來說是對的 公義 的確是主角 我覺得是張子儀的 不是還有誰 另外有湯圍 陶友 狂舞攀岩卓靈 這個陪跑 算了 盲探鄭秀文也是陪跑的 薑絲爆起症 我雖然沒有看 但是我聽聞他的氣氛 其實不是很重的 不是很重 但是 但是有突破的 至少不是再做賢妻良母 講粗口 是啊 講粗口 沒有什麼說服力 但是 始終是賢妻良母 但是 做出來的結果 張子儀是比較突出一點 張子儀無可否認 她這個角色是 很Dimensional 她也持續到 我也覺得是她拿的 很有發揮機會啊 她這個角色 又多內心戲 又算是挺難去演得好 她是處理得不錯 再加上 她的確是故意去集舞 所以 非她莫屬 最佳 南配角 又是一代宗師 拿了張俊 做馬三這個角色 其實有什麼選擇 另外的選擇就是 東大維 中國合火人 黃渤 西遊行魔片 彭淵眼 激戰 陳友殭屍 對手弱 我覺得 對 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我覺得 張俊在一代宗師 有多少分鐘出現 其實都多的 張俊 我想她拿了這個原因 好像很不覺的 有出現 不是 那張俊是搶的 如果你說在梁朝偉 跟張子儀中間的搶 她多一點 還是張鎮多一點 她應該張鎮多一點 但是她多一點 她剪走了張鎮 為什麼張鎮不是另一位提名 不是 張鎮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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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剪走了 只剪回李法浦那一段 變得很少戲份 連配角的角色都未到 張鎮對香港人來說 有新鮮感 風文 蔡兆薰的老公 蔡兆薰的老公 原來OK 的確有這個角色 將她提升了 還有在戲裡面她也是一個大反派 那...OK啦 我凸啊 蓬鎮眼不值 打生打死 我也覺得是 蓬鎮眼其實 其實都是她跟蓬鎮眼之爭的 我覺得兩者差不多 不是啦 兩者之爭 她比事打一個 我都OK 蓬鎮眼或者她 我都OK 兩個角色都不是很難做 我覺得 兩個角色都幫那個演員 即是 出了位 是 那... 但是沒有辦法了 評判是喜歡給一代公司 還有兩個角色都有點像的地方 其實主要都是為自己的 張鎮的角色就是為自己打天下 而蓬鎮眼角色就是為自己 想打動老爸 令老爸振作 所以是為自己 多些 你想多了 anyway 繼續 剛剛想起而已 最佳對配角就是 阿慧英雄殭屍這部電影 拿了 那我這個就有一點點... 嗯... 的那麼多不同意 哈哈哈哈 的那麼多不同意 因為我沒有看殭屍 那我不知道阿慧英雄造成怎樣 那另外有 中合法人的杜鵑 有敵人傑之 龍刀神王... 呃... 神刀龍王... 我都亂了 劉嘉玲 數毒的羅蘭的 唐蟹 還有 激戰的李興巧 那是配角嘛 那是配角嘛 羅蘭的配角真的配得很配 是啊 她配得她的配角 哈哈哈 配得上是配角 我就會覺得激戰李興巧 就是那個小妹仔的角色 我真的覺得她做得很好 是 她是很帶動到我的情緒 其實我覺得 是 所以如果你讓我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偏向於李興巧 多一點 那 instead of 阿慧英雄 但是因為我沒有看殭屍 所以我也不知道 她會不會其實表現得很好 我覺得一般啦 就是做回阿慧英雄的水準 但是也是突破不了 我們先不要比較 不比較怎麼可以啊 不是 我們先不要講比較 不要講比較的部分 OK 我們看直播 都看到 阿慧英雄上台 就說了一番很有感慨的說話 OK 她說她拿了影后之後 是從未拍過港產片的 所以她要回大陸 她在大陸拍了很多電視劇 所以她很感慨 為什麼她要答應 麥作能拍殭屍呢 因為她覺得 她是應該要拍回港產片 那就說出了一個現象 就是說 港產片本身 即是在香港這個市場 是沒有得蠟燭的 沒有得蠟燭的 所以呢 你講其他的提名 或者獲獎 那些 多數都是大陸的 或者是合白片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 這件事 會是香港電影的悲哀 嗯 大家知道 不是說錢從哪裡來的問題 而是那部電影本身 他拍出來的口味 是要偏向哪個方面 如果香港的演員 他不可以拍香港的電影 無論在表現 或者各方面 都會更順利 嗯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偉英雄拿獎 本身有一個 一定的意義 即是肯定香港的演員 或者肯定香港的電影 嗯 你都可以這樣說 不過 如果以我自己的取向 就激進多了 主要你說演出方面 我自己都不覺得 即是 根本偉懷在殭屍裡面 那個氣氛很少 嗯 還有 即是 那些鬼怪戲 其實那些角色 都差不多 其實他跟陳友 那些角色都差不多 即是歌雷 即是很難說 他是不是真的演得這麼好 那他的而確 有兩個位置可以發揮 即是無他的 就是那些聲勢力揭那些 如果陳友都可以提名 那他更加可以提名 死了個兒子聲勢力揭那樣 偉英雄 應付得 卓卓有餘 即是 那些 其實應付到是應該的 以一個 是影後級的 還有做了這麼多年戲的人 如果那些 應對不到的話 就真的有問題了 反而 以一個 十多歲的小女孩 他要飾演一個 其實內心世界都挺複雜的 那個弟弟又淹死了 那個爸爸又走了 那個媽媽又有精神病 這麼複雜的背景 而他又可以處理到 還要面對著 箭徽這個 他不認識的男人 其實他是帶到 同星是很討好的 問題是很難得獎的 大家看看以往的歷史 都很少同星 就是要拿獎的 因為通常 評審那些 都會 都會考慮一些資深的 即是經老 算了 那 給一些機會新人吧 我們看看新人獎 最佳新演員 有拿獎的 就是狂舞派 蔡翰奕 這個不用爭 七良 不用爭 一定是他的 他真的挺突出的 他還有什麼選擇 其他選擇就是 中國合法人的道娟 每日派對的廖子瑜 敵人最喜歡的那一套 的林更生 還有第一次不善理的蔣家文 這部沒看過 這部的碟都還沒出 講什麼 蔣家文在TVB 常常都看見那些嬉仔 小妹妹仔 葉念心 葉念心 也是那些 葉念心 也是那些 葉念心 也是那些 我覺得狂舞派 七良拿得很正路 他的角色真的挺突出 其實整個故事編排 他也是一個突出的角色 以他作為一個舞台劇演員 有豐富的演出經驗 在電影界要獲獎 也不是太難 再加上他的造型 也會令你的記憶更深刻 因為他這樣撿鬍 最重要是法哥賺過 對 法哥點名 不給他獎 不給法哥 所以他上台也要感謝法哥 說到最新的 講到最佳新進導演 最佳新進導演 他候選只有三個 分別有狂舞派的黃修平 有風暴的玄錦倫和殭屍 麥俊龍 其實裡面只有麥俊倫 第一次是做導演 其他那些都拍過兩至三套 上次那個不是他做導演 哪一套 上次是麥俊倫 不是那一套他做導演 他是投資的 對 度就是第一次的麥俊倫 度是第一次的 那他還有機會 你會編三套 他有三套 還有機會 但是你問我 我就覺得 我想給麥俊倫 因為他始終是第一次做導演 其他那兩位 他都是有導演經驗的 嗯 不過 嗯 其實三套都差 我都沒什麼 但是你沒有可反應 狂舞派又拍得好 蛤? 即是拍得好 你覺得拍得好嗎? 拍得好 我覺得一般 你拍得好在什麼呢 剛才彈完他沒有故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幸好沒有故事 但是拍得好意思 哈哈哈哈 我上次已經說了 他很正面 很健康 看到你很開心 哦 已經夠了 即是他作為一套 那風暴其實都 你看他票房 我都知道他 大家都欣賞他 風暴結果都是 壞人要坐牢 壞人要死 相反殭屍 看到我 看到我 經常想 還未刪場 真的很辛苦 看殭屍 哇 一來這個畫面又陰陰陰陰陰 二來那些人又古怪 又變態 那鬼片 說鬼片不深沉 所以我說以戲論戲 我都選狂 以戲勢來說 都是麥俊龍和黃修平之爭 但結果狂舞派都入選最佳電影之一的候選名單 那給他我覺得都很正路 都很正路 如果你執著他以前都拍過兩套電影 好 麥俊龍還有兩次機會 還有其他的獎項 你們想討論哪個獎項呢 外語片 外語片 華語電影的面 對 有五套 分別是一手搖滾上月球 泰拱 黃的成宴 逸光飛翔 和智青春 黃的成宴 就算了吧 泰拱 泰拱 始終是一套商業電影 我覺得 還有我覺得他的水準 濃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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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 我喜歡逸光飛翔多一點 但智青春我也享受 不過我略嫌他長一點 還有他的比重有一點 無零兩好 好啊 但我不會有太大的疲惹 即是智青春 但逸光飛翔真是一套好戲 我覺得 易入口和感動 其實 所謂兩岸電影 是很難比較的 因為始終台灣 大陸 大家 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 最大不同的是 大陸很有錢 台灣沒有錢 所以我咪後都問過史角 有沒有政治原因呢 所以台灣就只可以拍一些小本的電影 即是《逸光飛翔》 但大陸就不同了 本錢紅厚 可以找到很多大明星 也有很大場面的電影 所以其實 但是《義氣論氣》 《義氣論氣》 我都贊成聰明所說的 《逸光飛翔》 拍得很感人 還有很有感染力 但沒辦法了 智青春是拿獎了 智青春 智青春就是趙薇導演 肯定要給予一些 給予面分數 還有 他主要是說 一個很正路的青春片 商業的味道很重 看起來是賞心願目的 另外一個獎項 我也想談談 這個獎項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最佳視覺效果》 五套入選分別有 《一代宗師》 《敵人傑義》 《風暴》 《救火英雄》 《殭屍》 這幾套 結果得獎的是《殭屍》 我自己沒有看過《殭屍》 但我覺得《一代宗師》的視覺效果 其實是做得很好的 畫面很漂亮 還有我記得 特地找Stanley上來談 語點和美術感 都做得非常好 反而他這個獎項 所以就有分提名 是有分提名 但他反而獲得不到獎項 但《殭屍》是否真的做得這麼好呢 你看過的話 兩套都放在對比 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安慰獎 我就想是不是呢 是否真的 所以還給回到香港的電影呢 不是啊 還有 如果《一代宗師》做得好 這是必然的 因為他這麼花本 這麼花時間 這麼多出名的人幫忙 我想說 其實最佳 德獎姐是誰 殭屍的 殭屍呢 他那個叫 Enoch Chan OK 因為始終 加入了一些 《五夜空靈》的導演 的 input 我覺得 所以 我才可以說 他的風格 他是風格化 這部電影 那 厚味 真是厚味 其實我覺得 《一代宗師》都很漂亮 但是 《殭屍》都很漂亮 但問題就是 你好像史國所說 好悶啊 可能史國覺得好悶 整部電影好像瘡瘡白白 整部電影很冷 整部電影很冷 你接不接受呢 真是觀眾的口味 但很多恐怖片 尤其是說中國鬼 那些很多時候 都是用冷調的 但他做得來 他 他 很有風格 很有風格 他有他的特色 很有風格 他不只是純畫畫 不嚇你 《救狂英雄》我也想看 希望有機會看 《風暴》真的不行 《時國效果》真的不一般 《風暴》 《風暴》 他就嘗試做到 《荷里活》這樣的格局 他很嘗試 但是不成功 我覺得 我覺得是Bias 剛剛看完 我覺得 始終的特技效果還沒有 對 ançar 你說的 心理了 心理了 шей 說 青紅 珋 女 我覺得一般 但是我真的想提一提 我很想笑林家棟在那邊跑的時候 即是地上一直陷 看著林家棟是這樣跑的那個位置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想笑 很好笑啊 我覺得你很假的 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我想這個就是肥龍說跟哈里活差一匹 我看到譬如哈里活那些災難片 那些男女主角逃生跑的時候 我不會想笑 但是我看到林家棟在那邊跑 那些東西在那邊跌下來呢 會不會是因為他很想笑的 他的音樂再加上他特意用慢鏡 弄到他的效果有點怪呢 會不會是這樣的一個原因呢 我不知道 不過anyways 風暴我又有些覺得 為了要在大陸播 雖然一定要沒有好下場 他臨尾弄的貨車出來滾死了林家棟 撞死他 其實林家棟有沒有任何提名 男主角還是貝角 沒有 這部電影當初是想捧一下林家棟 但結果什麼都沒有 我都說了這部電影不是他的代表作 真的沒有提名 這部電影也不太行 我覺得這部電影也不太行 他的表現不一般 角色一般 沒有特別的發揮 而且他一直演的時候 都覺得普普通通 是一般水準的林家棟 沒有什麼特出 絕對不是他最好的那一部 反而看回他以前的電視劇集 什麼走事故鄉純 我覺得他更有發揮機會 多些 還有什麼特別的獎項 我想提一提 終身成就獎給張鑑賢 我們不否認張鑑賢是一個很資深的圖 但我自己印象中 除了少林寺之外 都不記得他有什麼其他作品 尤其是近年 所謂終身成就獎 那是否他就是拍攝 少林寺之後 就可以終身享受 享受那個榮譽 這個真是可圈可點 張鑑賢真是 譬如以前 給劉家良 給石堅 我們不懷疑 因為他們真是終身 也有成就 奉獻了給電影 還有真的有不斷的成就 我想這些都是榮譽多過實際 為什麼會被張鑑賢呢 我想沒有其他可以選擇 是不是真的沒有其他可以選擇 除非你選擇演員 譬如羅蘭 羅蘭這些 都可以 大把 其實影圈裏面很多都值得搬 如果你要選導演 選導演 沒有必要一定 總之電影界 終身奉獻給電影界 你就已經有自殺了 我自己本身覺得 即使是少林寺 那個成就都不是很大 除了捧了李連傑出來之外 其實那部戲本身 就是一般 因為他做不到一種風氣 引入了一些大陸的武術人士來演 還有我們看到 最後的發展都不行 李連傑那套都不行 因為他太過武術化 太過正規化 就不適合電影的味道 聽劉師傅說過 在銀幕上打 和在銀幕下打 是不同的 那就要印證 看看劉師傅拍的那套 南北少林 為什麼要武術指導呢 武術指導就是 看你如何在銀幕打得漂亮 那你覺得劉家良那套 南北少林是不是好一點呢 因為他也是用回大陸的武術家來拍 那少林寺的特色就是在少林寺拍 南北少林也是劉家良 其實多年我看少林寺 都是想看看真正的武術 少林寺裡面是怎樣的 中生成就長都是對那些資深的電影人 一種尊崇 只不過我想如果第二班 應該真的有多些成績 或者是在大家的心目中 都是覺得他起碼是終生大半生 都是在貢獻給電影 其實少林寺有沒有拿過終生成就獎 但是他死了 追班給他 我想有沒有追班 有 一定有的 那時候陳百強很多都有的 我記得過了 有追班給他們的 有些事情的 Anyway 講完了 不過Anyway 講真的 獎項有很多個 我們不可能全部其他技術獎項 都會逐個數 不然一個小時都不夠我們講 有機會就拆回來看 如果你還沒看西遊航魔的 我知道溫哥牙都上了 在V.I.F.F.的戲院 不知道錄了畫未 在V.I.F.F. 算了吧 不過西遊航魔編 普普通通 我覺得 我推薦看周星馳舊的那兩套 算了吧 我有最後一個希望 最後一個希望 就是希望明年多些新的名字 因為我看見那些提名 全部都是掃口掃面的 覺得有一種厭煩的感覺 不過新人要闖出變天是有點難度的 難度的 製作方面也是比較難度 現在是越來越難度的 不過最後我也說了這個獎項 就是最佳動作設計獎 其實我也想拉回到Part 1 我又說了那套 入選的包括有一代宗師的袁和平 敵人結義的袁彬 風暴的前家樂 特殊身份的恩子丹 以及激戰的凌智華 得獎的袁和平 其實... 我看不到有另一個選擇 其實我想說 我為何要提到這個獎項呢 因為我看... 講回Part 1 我不是看了那套《大鬧天弓》的嗎 那套都是阿丹爺做這個動作指導的 那我就覺得 我不是很欣賞阿丹爺的風格 可以了 明白了 是啊 我很奇怪 想看到特殊身份也有 那些《大鬧天弓》的動作 那些《大鬧天弓》的動作 還有那些《大鬧天弓》的動作 還有那些《大鬧天弓》的動作 那就是有恩子丹嘛 陪跑 你就當他陪跑 OK 他辛子丹也知道自己陪跑 如果這套得獎 我真是葛登的了 是啊 沒有可能有《袁和平》 《街一代宗師》 我就是想說 《袁和平》 其實我以前看那麼多的 任何人都借歪了 的動作電影 真的被《袁和平》中壞了的胃口 因為他那些 但你又催他不將 每次都有一些驚喜 所以就被《袁和平》中壞了 是啊 被《大鬧天弓》中壞了 他真的每次都有一些驚喜 就算不是每次十次都有一些驚喜 就算沒有特別的驚喜 也能保持到水準 你都看得開心 也很欣賞 但《殷子丹》已經沒有什麼驚喜 當初大家小看的時候 會覺得《殷子丹》好看 其實《殷子丹》也是被人指導的動作 打出來好看 很多都是他自己導自己的動作 或許他自己出來打的時候 會好一點吧 但特殊身份 我真的不覺得好 但是始終還是說 我是被《袁和平》中壞了我的胃口 看得好東西太多了 我真的能夠說這些動作 Anyway 我還是這樣 總之 戰果呢 說真的 我覺得 都還可接受 雖然《一代宗師》贏了超多獎 十二個獎 這些金獎人獎頒獎典禮 無理會說香港荷里活線 各位 久不久都會有一些大片出來 一片獨大的 久不久都有一屆是這樣的 不過 明年又沒有這些超級大片 拍了這麼久的電影了 我想明年可能會比較平均吧 我覺得今年最佳影片 每一套票房都有一定水準 所以民間的口碑和叫作力 我以為可以叮噹碼頭 但如果你看回所有競爭對手 其實很多都是鋪給一代宗師 所以如果你說民間香港受歡迎 我絕對相信激戰一定 不要緊啦 黃家衛有四年他都沒有份 那下年就看看林超然這套魔境行不行 看看屎蓋會不會貼中 我們找回今集來聽 今星期去看魔境 在溫哥有得上 再次說在Richmond Silver City有得上 但他應該是英文版 他中文配音英文字幕 是嗎 是 要去看 對 好 看看屎蓋是不是真的要看 下個禮拜回來再聊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喂來呀 喝杯了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kli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一kliksoeasy.com 一klikradio 只要一klik就是這麼簡單 no-easy 我們現在可以拍攝